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6月1日 乒乓球WTT重庆冠军赛迎来外协会焦点对决 15岁国兵竞敌日本新星张本美和登场 对阵波多黎各名将迪亚兹 结果张本美和气势如红 狂轰3比0就结束了战斗 非常轻松的便晋级到了女单的前8名 在此之前 张本美和所在的女单8分之2区 已经有国平奥运冠军陈梦获得晋级 接下来中日两大主力 即将争夺晋级半决赛的资格 目前女单8强已出其次 除了陈梦 张本美和 还有国平主力王亦迪 陈信彤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张本美和迪亚兹 都是外协会排名靠前的运动员 前者虽然还未满16岁 但已经赢过王亦迪 前天一等国平选手 目前排名世界第8 而后者也曾在特殊赛制中 击败王曼玉 对其他协会高手均有不俗战绩 曾经排名世界前史 从技术上看 迪亚兹属于特长突出 漏洞明显的运动员 力量大 速度快 反手 弹机出众 但总体旋转不是很强 而张本美和相对更加全面 正反手 速度力量 旋转俱佳 所以普遍认为 他对迪亚兹更有优势 但也未必能稳赢对方 首局开始后 迪亚兹很快陷入被动 虽然他的反手弹机非常有威胁 但这种赢球手段在拼弹 属于比较落后的打法 远不如张本美和的台内宁拉那样 兼容各种不同的回球 于是很快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最终以4比11惨败 第二局仍然在旋转上被张本美和克制 但这次他在节奏上有所变化 尽量让对手无法站稳脚跟 组织强大的两面弧圈球进攻 随即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平比分 但知难行逸 后半段还是遏制不住张本美和的冲击 结果又以6比11崩盘被逼入绝境 第三局迪亚兹又是开局落后 虽然通过搓球逼张本美和出现失误追平 可同时也导致自己不敢发力保守丢分 无奈叫出暂停进行调整 随后再次以节奏变化制胜成功实现逆转 但紧接着又被托入相持环节而节节败退 最终以8比11输光整场比赛 无缘晋级女单8强 接下来张本美和将与陈梦再绝高下 期待国兵选手能守住外战阵地 此前2024年WTT重庆冠军赛 6月1日迎来1%决赛争夺 下午赛段进行多场角逐 中国乒乓球队陈姓彤 陈梦 王毅迪 何卓家 林高远 樊振东和向鹏出战 经过激烈争夺 陈姓彤 陈梦 林高远都拿下外战晋级 王毅迪 樊振东分别击败队友 樊振东3比1向鹏 11比6 11比4 8比11 11比4 本场是国兵选手内部交流 世界排名第四的樊振东 在上轮比赛的表现极其出色 强势淘汰韩国名将李尚珠 向鹏当前世界排名第41位 现年21岁正式寻求突破的年纪 上轮淘汰了韩国选手赵大成 樊振东和向鹏以往在国际赛场没有交锋过 本场迎来首次对战 此一精彩绝逐 双方开局阶段大成相持 相互之间都非常熟悉 交替得分来到五平 随后樊振东变现压制以10比6拿到局点 并以11比6获胜 第二局樊振东连续控制局势5比0领先 并强势压制以10比3拿到局点 接着向鹏追回一分 樊振东以11比4获胜 第三局向鹏大开大合连续逼退对手 快速取得4比1领先 接着向鹏又保持优势推进到7比3 樊振东连追二分迫使向鹏叫停 此后向鹏终于稳住了 以10比7拿到局点 并以11比8获胜 第三局樊振东取得4比2领先 又强势推进到7比3 接着樊振东算住对手 以10比4拿到赛点 并以11比4获胜晋级男单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张本智和 林高远3比0高成瑞 11比1 15比13 11比7张本智和3比1林云如 11比2 9比11 11比8 11比9林高远近期剪短头发 可谓是从头再来 力争飞得更高更远 本轮对阵中国台北19岁小将高成瑞 双方首次碰面林高远先发制人 首局全面以11比1全面碾压对手 此后 高成瑞的变化给林高远制造出较大麻烦 好在林高远扛住对手惊险拿下 并一鼓作气在第三局终结比赛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王楚钦 VS松岛辉空的胜者 此外 日本名将张本智和以3比1 击败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 陈兴桐3比0朱千熙11比3 11比7 11比2 陈梦3比2汉纳高达7比11 11比6 11比5 7比11 11比9 王毅迪3比0贺卓家11比6 11比2 11比2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已进行三场角逐 国拼三大主力表现出色 全都取得晋级 陈兴桐以3比0横扫韩国选手朱千熙 比赛全面掌控局势 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陈兴桐晋级女单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王曼玉 对阵平言美语的胜者 陈梦遇到些麻烦 好在决胜局顶住压力 以3比2 击败埃及天才少女汉纳高达 惊险晋级女单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 阿比迪亚兹 VS 与张本美和的胜者 王毅迪与何卓嘉迎来国拼内部交流 双方年纪差距并不大 当年都被认为是希望之星 经过近些年的不断磨砺 王毅迪脱颖而出 机身主力阵营 而何卓嘉则更多沦为陪练 双方以往在国际赛场 有过三次交锋 都是王毅迪赢得胜利 本场比赛局势一边倒 何卓嘉怎么打 都被王毅迪牵制住 王毅迪直落三局 轻松获胜晋级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申育斌 对阵奥拉万帕拉南的胜者 此外 WTT重庆冠军赛 女单第二轮 陈梦遭遇一场恶战 打满五局 才以3比2 7比11 11比6 11比5 7比11 11比9 险胜埃及的选手汉纳高达 晋级八强 对于这样的局面 球迷们都感到很是意外 这场比赛 很多球迷又拿陈梦与主帅马林的亲近关系说事 赛前 马林亲自帮助陈梦挑球 这样的待遇也只能发生在一姐身上 虽然现在的大梦已经不再是东京周期那样天下无敌 但恩师对他的感情却是丝毫没变 特别上心 好的让其他球员的球迷们都感到羡慕 比赛中还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一幕 在决胜局开始前 马林和孙迅两名教练陪着陈梦去换衣服 一路上说各不停帮他出主意 很多球迷表示 活久见 陈梦入选了巴黎奥运女单阵容 教练组对他的重视程度要更强 但是 这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吗 尴尬的是 决胜局里 陈梦一比六落后 更是让马林急坏了 陈梦赛后表示 第一次跟汉娜交手 还是有一些摸索和试探 他的正手质量非常高 发球也挺有特点 之所以能够赢下来 是因为对手年轻 在比分纠缠的时候 容易犯一些错误 而自己能够沉下心来 用耐心和对手纠缠住 可见 之所以选派陈梦入选奥运阵容 说明其比赛经验更为丰富 心态要更好 老将容易让人放心吗 但是 陈梦面对着一个无名小将 都打得这么吃力 第一次交手的理由 明显不够充分 陈梦坦言 接下来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 给后面的比赛带来一些警惕 明显不够充分 松田 4 Chern田 letz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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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